瑞瑟湘秦美国小从110学年度推动沉浸式全族语教育 聘请对族语推动工作高度热诚的部落族语老师陈奕秀 透过游戏、歌谣及图卡试读等全族语教学的方式 让幼童听得懂说得出口 而自然而然使用族语 提高学族语的兴趣成效备受肯定 穿上小背心戴上阿美族阿卢富 秦美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 自然而然使用族语沟通 在族语专师的引导下 轻松流利的族语对话 仿佛让人置身在阿美族国度里 显见全族语教育的成果 我喜欢来学校学说族语 然后也喜欢来学校玩 还会认真学习 秦美国小富佑的小朋友 以流利的族语表达对族语学习的热爱 相当重视族语教育的校方 是持续不断地推动阿美族传统文化 与语言的教育推广 从111学年度采末式教学方式 让学生透过自主发现和实践 来学习语言 大大提高学童学族语的兴趣 现在育委员学前的全族语教学 就是全部用族语来做族语教学 然后也教我们一些技巧 怎么样来带孩子学习族语 所以这一年就是等于超越了我之前 学族语学了十年 所以就在这一年 我们这小朋友的族语萌发得非常的快 对 几乎都很会讲一些很会对话 以前我们就只会简单的词汇 而滚动式教学方法之外 部落族语专师进入教育体制内教学 也让族语的复证与教育推广加速前进 也很感谢学校给我这机会 我在这里边学边教边教边学 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的严主任 一有机会像我们的中文中心有研习课 他就会让我去 不管是两天三天台北或是东华大学我都去 所以我感谢我们的学校 也是全族语教育委员的 其美国小校长赖剑雄相当重视 更是全力支持学校的全族语教育 除了推动幼儿园 曾经是族语教学 也透过国小的衔接课程 让学生的族语教育连贯一致 进阶不中断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 近期之后 哇